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之前分享过韩国的化妆品、护肤品和韩国的Vlog都分享完了 今天就到韩国的最后一集了 终于来到最后一集了 已经整个三月充斥着韩国的东西了 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我在韩国买了什么 衣服鞋物、杂物、食物等等的东西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看下去 首先一开始我想讲无聊的东西 大家应该这几集都会看到这里有一堆瓶 超有趣的 这些都是韩国的GS25超级市场买的饮料 那瓶超可爱 我想继续一个collection 但我继续不继 还欠黄色和紫色 如果没错 然后我有红色、绿色、蓝色、蓝色和啡色的 全部都是不同味道的饮料 然后我最喜欢喝的是这个红色 这个红色是士多啤梨香蕉味的饮料 其实我不吃士多啤梨 然后无论是真的士多啤梨、糖、甜品、蛋糕 一切我都是不喜欢的 但是这个士多啤梨香蕉汁 反而反而有 所以大家如果去到韩国 是可以试试喝这个系列的饮料 我觉得全部都不错 除了蓝色这个 这个是一个 只啡来的 我是不喝咖啡的 所以这个是我唯一 我觉得不好喝的饮料 大家自己想想吧 好了我发完癫了 我们就由三副鞋物开始讲 其实我不是买了很多的 首先是我头顶的这顶 紫色的CAD帽 这顶CAD帽是我在A-Land买的 但它的牌子好像不是A-Land 它是叫做Supen 我打在这里 但是它是在跟A-Land同一度买到 我不知道两个公司是否有关系 两个公司 它是一个很漂亮很粉嫩很春天的粉紫色 正面那里就瘦了Let life surprise you 然后旁边就瘦了一个櫻花的图案 我觉得这顶帽超适合春天 但无论它是一个櫻花图案 或者是它的色 都很适合这个春夏天去用的 这顶帽是$100,000 大概是$70港元 我觉得都可以的 让我先戴一下头扁 然后第二件事要分享 就是我身上这件卫衣 它是一件白色的卫衣 然后长度 长度大约到屁股位 这件衣服是男装 我买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和男朋友 每人一件情侣装的 然后这个图案 我原本以为是碗虹 我打算纪念我们两个去了碗虹咖啡 然后买完我男朋友 才跟我说原来它是柴犬 不要紧 这个图案也很有趣 我们买了一人一件 两件都是白色的 因为我们觉得白色是最漂亮的 然后就说一些女生的衣服 这件是一件LACE的长袖 这件衣服有点透的 因为它是LACE 这个衣服没有里面的 但是衣服有做内里 就不会透的 然后它的领位做了高一点 但是不算是樽领 就是一些LACE的 在韩国买衣服也一定是 一定要留意一下 它是MAKE IN KOREA 因为我知道现在在韩国 如果有时候你去一些很便宜 譬如五千瓦 或者有一些一万瓦 它们会混习了 有少少淘寶衣服在里面 所以至少就算它骗我都好 它都受了MAKE IN KOREA 我就会买得觉得安心点 而且其实质地是摸到的 韩国衣服那些质地 如果它在韩国做 是会滑一点 和没那么粗糙的 之后就要介绍这件 这件是一个吊带 然后做了一个心形胸的 一条连身裙 这件是格仔纹 我觉得它和刚才那件LACE衣服 是非常完美的 后面可以绑蝴蝶结 第三件是比较像一件底衣服 不知为什么人到中年的时候 做中女 是会很喜欢穿这种 比较肤色的打底衣服 那我就觉得这种打底衣服 如果是配一些背心在外面 就会比起穿灰色或者白色 更加有气质 对了,可以这样说呢? 类似这样 我就会觉得挺斯文 而且会比起白色 会更加有气质的穿上来 这件背心不是在韩国买的 是之前在日本买的 衣服就是这么多 之后就到鞋了 其实我没想过自己在韩国会买鞋 因为我的行李箱是没有遇到这个位置的 但是我看到这一袋波鞋 超级无敌中意 完全是中了我的少女心 超纷乱 超春天夏天 超级漂亮 你们觉得很漂亮啊 这双鞋的牌子就是Fila 之后有三个黏贴的 粉红、粉黄和粉蓝 我觉得穿了之后会年轻十岁 完全是一个少女会穿的鞋 旁边就没有特别 真高增 跟平时的鞋差不多 闊度 后面是一个粉红色 全部有颜色的地方 都是领面七皮的 然后旁边的Fila 都是一个粉色的瘦线 然后里面这个位置 都是粉色 总之整双鞋都是一个无敌少女心的鞋 然后它不贵的 它大约是500元左右 所以 非常值得入手 我一看到之后 超喜欢 完全没有想过自己的行李箱够不够 就买了它 当然 我是没有带鞋盒回来 因为真的摆不下 大家看到我这几集 就知道我买了的东西 是如何可以用到一个行李箱 最佳一个旅行袋 这样带回来 我觉得 超厉害 好了 三副鞋襪 就说完了 之后就到一些杂物 我们最后才会讲食物 杂物方面 去到韩国 之前经常去韩国 就看到很多LINE FRIENDS 今次去到韩国 就看到很多CACAO FRIENDS 是不是很可爱啊 盒子 它的盒子很可爱 到我无论行李箱 如何没有位置 我都要硬带回来 这盒子是毛巾 是不是很无聊啊 我去买毛巾 这件事 它里面有两条毛巾 一条就是Ryan 一条就是Peach 在CACAO FRIENDS里面 最吸引到我都是这两个角色 这条毛巾有多大呢 其实我不知道 我没打开过 它是一条这样 这么大的毛巾 原来有它们的额纹 好有趣啊 我没有后悔买了它们 真的挺漂亮 它的质地是 你说超软熟 又不算的 但是你说鞋 又未至于 是一个很称职的毛巾 我就可以说 这次去旅行完全买的东西 跟我想象中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这些雜汉都买得多多 和不知为什么会买了 这两个杯 是我妈妈很喜欢这一种杯 然后我就发电话 问她会不会想要 然后她本身是三个款 然后她跟我说要买完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的行李箱真的没有位了 不如你选择 然后她选择不下之下 就买两个 两个杯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会有这个手柄 然后有个盖子 然后说个小秘密给大家听 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 存无聊东西的人 我想大家看了这么久的影片 都应该猜到我是疯狂购物的 所以什么都喜欢买的 其中一样无聊喜欢买的东西就是胶布 我看到这个Cacao Fries的胶布 因为真的很便宜 它是1000W一盒 即7元一盒 完全是觉得没理由不买的感觉 除了他们之后 还买了Minions的胶布 就不要问我为什么会买这么多胶布 用不用得着 我男朋友已经这样警告了我 但是我是没理由她 照买了的 之后无聊东西 还有少少 真的少少 就是这两款的MT 这种是和纸膠纸 我自己是很喜欢存这些MT 然后它一盒才值1000W 即是7元 我觉得买了也不过分 反正我自己本身都喜欢存 之后呢 我就买了一块镜 我觉得这只鸡仔真的超可爱 你见不见到它这个 泡泡 它这个胭脂位呢 超有趣啊 它是-5kg的副牌子出的一只公仔 早前我是在Facebook看到这只公仔 不停洗版 很多那些标题 说这只公仔的东西 然后我看到已经很喜欢了 我没有特意去找的 因为我去了Starlander 云大的店铺 对面就是这家店了 然后呢 就会再说一些更加实用一点的东西 这个呢 虽然它的外表很有趣 但我不是冲着外表来买的 我是冲着它的实际用途来买的 这个就是女性专用 驚痛贴 是不是叫驚痛贴 它是一个暖包来的 就是专用贴在下腹的位置 因为其实我来的时候 是很痛的人来的 所以我用量都多的 我就买了这个试了 我就试了一盒 那我就觉得也挺好用 接着呢 就有一堆的隐形眼镜 不算买了很多 对吧 其实这里有些是double 因为很多都是买一送一 那我在OLANCE 是不是这样读呢 那里呢 就买了六盒的 那这里有些是重复的 其实总共是一二三四 其实总共是四款的 那就分别是这四款不同的系列 那里呢 那里呢 就买了这两款 同一个系列 一个灰色 一个啡色的 那我买的那些呢 全部都是ondaycon 因为我是不喜欢戴一些 月con 或者是礼拜 或者年con 那些 因为我觉得要洗con 很麻烦 所以我自己就 虽然是小款式 都喜欢戴ondaycon 多些的 那下个月呢 就应该会拍一条片 专讲韩国的这些con 戴上眼的效果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亦都可以让我自己过一下印 看看有什么不同的 终于到最后可以说完食物呢 就完了 首先就是这两杯 它们都是在便利店那里买的 其实两只都是忌廉汤 我不懂韩文 所以我不太记得它们是什么味道 我上网试一下 找回寫在那里 纯粹是觉得它的样子好有趣 没试过好不好喝的 如果好喝都会告诉大家 然后饮品方面呢 我就买了这两样东西 这个大家应该看片见过的 就是在No Brands的超级市场买 一个好像Starbucks的Green Tea Latte 绿茶牛奶冲剂 一盒里面就有10包 另外这个我开了来喝的 就是我在韩国的时候 因为好冬 我这个会养生的中女 就会喝这个姜茶 平时你们买这些即冲的东西 通常会买柚子茶 但其实姜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不算很甜的 大约是台湾品味甜甜的甜度 然后里面有些姜碎在里面 然后姜味也够重的 去到韩国又怎么可以不买面呢 这两款面都是我男朋友买 然后我拿了一两包回来试的 这个我本身以为是龙虾面 但是我男朋友说应该是虾面 因为里面只有虾米仔 没有龙虾的味道 但是它这个样子明明是龙虾的样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没吃过 但是我男朋友就说OK 不算很惊喜 这个是贵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多些人的食品 或者我试完之后 告诉大家好不好吃 这个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了 因为它出了一段时间 还有香港是有得卖的 就是一只特农的芝士面 它里面除了一个汤底是芝士味之外 其实它还附送了一包粉是芝士酱 那为什么香港有得卖 我们都买了 是因为那时候在韩国它是半价 还有有得试吃 试的时候觉得芝士味真的超级无敌浓 那我们就想着 其实都是两个人夹五包这些面 都不是很压位 那时候就买了 这个在香港是有得卖 大家如果喜欢吃芝士味的东西 一定要去试 我真的觉得它挺好吃 我觉得韩国的面里 我都试过多过十款 而我最喜欢那一款 在香港五国有得卖 也没什么人说过 就是这个 这个红仔牌子 其实它出过很多不同的面 有炸醬面 有辣面 而我手上的这一包 就是一个辣味海鲜拌面 这一包虽然我是未开 但其实我之前去韩国已经是买过的 应该是上一两年出的 都算是新面 和没什么人说过 我不知道是我本身 喜欢吃的东西比较奇怪 还是它比较低调 超好吃 它的面身是粗的 它是粗的公仔面 然后那些酱油是橙红色的 它的辣度是中度 如果你要吃超辣 它也不是那个程度 但是如果我吃BB辣 我觉得它也有点辣 之后 我是超喜欢它的味 它是很香 很野味 虽然它说它是海鲜 但是有没有送的呢 这个我真的不记得了 总之它是一个超级好吃的拌面 好了 我终于终于分享了我在韩国的shopping hall total分了三集 每集十多二十分钟 其实都剪得很辛苦 我都没想过自己会抬了这么多东西回来香港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要给个like 因为这条影片真的剪得很辛苦 这几条 还有要subscribe我这个channel 我每个星期都会upload两条新片 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byebye 还有一件事是很想很想很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车里龜 其实我是不止一只的 我们total有两只车里龜 日模一样的 就是我和我男朋友在韩国那里 街头夹公仔夹回来的 韩国夹公仔是一千瓶一次 然后五千瓶是有六次 那我们是想着应该没可能一两次夹到的 所以一次就加入了五千瓶 谁知道我们一人一银 第二银我们已经夹了一只车里龜 然后去到第五银 最后的银就再夹多一只 因为它整个季里面全部都是车里龜 是没有其他公仔的 所以我们就不知为什么用了五千瓶 就是不用四十元 就夹了两只车里龜回来香港 Niet两只车里陪对易路 不一样 转的静子 一点很火鍋 姑爹 工奏